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在深圳灣口岸的A場巴士站 搭一部M506 去到這個南郵地鐵站 去順德佬找食物 在南郵地鐵站的D出口 上到地面 朝著燈梁路向右轉 走幾分鐘沒有多遠 就會看到順德佬在你的左手邊 去順德佬吃東西 就未曾試過踩過雷 他們的食物非常之好吃 所以就 偶爾我們都會去光顧 新春期間來的 就優惠卷無得用 這個可以理解的 正常的 我們今次就叫了這兩個人 叫不到多食物 叫了一個 涼拌魚皮 我先生說這個魚皮 暫時來說 他吃過這麼多間 做得最出色的一間 他很爽脆 又沒有腥味 還有不會說很辣的 拌上青瓜也很好吃 這個客家羊豆腐呢 份量就超多了 比一般客家菜的羊豆腐 他們的份量是大很多的 有兩層的 下面還有一層的 他們做出來的豆腐很嫩 很嫩 很滑 很香 豆味 真的跟白飯是絕配來的 尼順德佬不會不點它 另外一個必點的呢 就是這個羊尖椒 是我的最愛 滿滿的魚肉 多重啊 煎得很香 很好吃 你們如果 去順德佬 我強烈建議你們 這個羊尖椒 是真的很好吃 最後這個就是 海鮮 炒粉絲 這個粉絲 是比較油的 因為都理解的 因為它用熱鍋上 怕黏底 所以油一定多 但是真的很好吃 裡面有很多 材料 還有一些酸菜 所以吃起來很爽口 人多的話 來這間店 可以點多些款式 更滿足 人少的話 真的挺有限制的 吃不完又浪費 如果有三五娘朋友 一起去深圳玩 我建議大家有興趣 試中餐的 都可以試一下 考慮順德佬 他們的出品 暫時來說 我們沒有踩過 OK 好吃的 而且價錢都合理 我們這一餐 因為是新春期間 就沒得用那些優惠 賣單是206元 我覺得價格都合理 如果你說在香港 吃一餐這些都 正常都不行 所以其實都 OK的 我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希望你們 給我一個Like 拜拜